趁着表演前的空檔 再熟记一下手语动作 他们是郁达高职大爱社的学生 校方举办社团成果展 孩子们加精彩牌 分秒不空过 因为这是第一次上台表演 然后就是觉得还蛮好的 就是新的体验这样子 能体会到就是 听上了是他的辛苦 这个社团虽然是刚出窗 可是我觉得可以 推广到更多的班级 然后就是整个校园这样子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 这个社团的一些 就是潜移默化的一些教育方式这样子 大爱社是郁达高职 今年新成立的社团 校方邀请刺激志工来授课 除了指导手语 还有善的理念传播 我们学校的孩子 一直很重视这个品德教育 然后谢谢各位的大爱老师 来帮助我们 然后教导我们手语 宣达一些正向的理念 包括是环保啊 还有关怀啊 之类的 我们的孩子也学得都非常快乐 我觉得就是让我们收获很多 然后也学了很多手语 可以让我们就是 以后如果遇到需要帮助 就是挺上的 可以就用手语跟他们沟通 志工在校园里撒播正能量 年轻学子耳濡目染 爱也能具体实践在他们的举手偷族舰 大家新闻 这是美志工 陈素庙 宋戴纯 台北报导 我们下来冬惠事 都没吻 还欠秩 但是我们下来帮助我们下来要做